一朵朵粉色樱花开在枝头 吸引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赏樱花应该在春天三月 现在可是接近中秋节的九月 樱花却在这时候抱斗 让游客直呼好神奇 天气也很好 风吹起来也很凉爽 然后就是看到樱花很轻压 碰巧刚好经过 就看到有看到就下来走一走 这里是南投落骨香小半天石马公园 2007年由台湾及日本李登辉之友会 赠送500颗合金鹰 经过多年巡化 意外出现每年开花两次的奇景 一次在中秋节前后 一次在黄历过年期间 石马公园已成为全台特殊的上阴景点 现在有很多的专家去研究 可能因为樱花是在比较高海拔 比较冷的地方 我们石马公园是在海拔500的地方 所以比较是中温度的地方 所以可能为了它的生存 它有一些要延续它生命 所以会开两次 为了增加观光商机 当地的社区发展协会 还将樱花研制后 做出樱花冰淇淋 让游客看得到樱花 也吃得到樱花 假日午后凉风徐徐 三五侯友在樱花树旁凉亭里泡茶谈天 十分惬意 新唐人亚的电视 休止中李沛媛 台湾南投报道 吴民邦